2023年8月28日到9月3日这周 十三要和拳头的参考周收入是190美元 华夏漫游记190美元 小鹤旅行210美元 青云记的周收入是220美元 带床去旅行260美元 以212房车260美元 杨美丽的周收入是270美元 菜台台菜生生270美元 张猫猫280美元 旅行频道中的第27名 逍遥女摩佑 周收入280美元 第26名 环华十年 周收入310美元 第25名 幻影旅行季 周收入330美元 2023年8月28日到9月3日这周 阿科在路上的参考周收入是370美元 行走北京老流370美元 国家地理470美元 陶三丰的周收入是500美元 徐云540美元 家和远方550美元 巡游轨迹的周收入是590美元 行记旅途中630美元 大头小头700美元 旅行频道中的第15名 壮哥破产了 周收入710美元 第14名 868房车旅行 周收入740美元 第13名 荣荣历险记 周收入740美元 2023年8月28日到9月3日这周 海格亮地球的参考周收入是770美元 阿龙的旅行780美元 中国街景810美元 青年环球的周收入是820美元 李船长笔记830美元 Hunting Archer是950美元 耀阳环游记的周收入是990美元 穷游的年华1100美元 冒险雷探涨1200美元 旅行频道中的季军 小巷爱出门 周收入1300美元 亚军 刘伟元 周收入1900美元 冠军 嘟嘟人 周收入4200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